今天要古早的扁蛋 头戴缤纷的斗笠 2014台北客家艺名嘉年华 所次举办青年创意啦啦队大赛 将表演融入客家传统精神 为客家文化带来新诠释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因为我们有因为这个比赛 开始去研究客家相关的东西了 我觉得很多很有趣的元素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年代 很有历史的东西 但当我们将这样的东西 跟现代啦啦队的东西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整体的心力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名谣旋律配合快节奏的啦啦舞蹈 参赛队伍尝试重新编曲 通过混音方式融入客家名谣 带来全新的感官体验 准其一支的弯腰跟座 节奏心快的导播雷茶 他们不仅将农家生活融入舞蹈 更展现出成熟的啦啦技巧 一开始就有叙述 像客家的女生们 就是我们有那个采茶的桥段 然后像男生他们就有穿背心 然后带手笠 就是他们就是刻苦耐咬那种送田的精神 那女生就是他们在田野间的一些展现 对 高高体型 高横天下 高高体型 成败天下 各个队伍将客家元素与表演结合 展现出青春活力 透过啦啦队比赛 让大家看见不一样的客家文化 记者林子豪 林一轩 黄思琪台北采访报导 开划 解 communication 戒指 记者林子豪